今天上午在高雄市議會 質詢有議員播放了這段影片 影片當中 這群小孩子們看似是在做體操 但實際上是不是 他們正在路面上進行跳水訓練 必須要拉著繩子訓練 看到這樣子的畫面很讓人心疼 因為高雄市的跳水池 從去年底整修關閉 完工的時間遙遙無期 導致這些孩子們沒有跳水池可用 必須很課難的方式 在陸地上來訓練 對此運發局也表示 目前的國際跳水台工程正在進行出驗 但是其中一部分的是不符合設計 並需要變更 這個資金缺口是有高達800多萬元 目前還在爭取中 整個的工期必須要六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完成 對此議員也表示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重視和協助 以上是為了掌握到 在高雄的清新時間環評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高雄的清新時間環評論 在高雄的清新時間環評論 在高雄的清新時間環評論